同心大家好,我現在要說租款精神的第十五種 醫生的第一件建立的這個國家 就是說我們最元素,我們這個 以前說都比較沒法律 也比較沒文明,所以建立最元素的那種國家 那叫做Country 不是Sovant State 就是最元素地的那種 可能是一些人來租一些最元素的這個 算是國家 這都叫做Country 部落型的國家 不是Sovant State 不一樣 就是我們原主地 我們 你如果說國家來說 我們大家可能比較沒的 因為我們有這個中國人的歷史的教養 我們比如說這個劉佩,你知道嗎? 三國時代的劉佩 對不對? 啊我問問你啦 劉佩是不是帶一輩人 四家在那裡流浪 對不對? 他這個人是不是農流浪 劉佩是住在哪裡的人 今天差不多 北京那邊的人 北京你聽到有沒有? 他差不多住在那個地方的人 啊他後面齁 他算那個時候的中國 算是在戰亂 那叫做東漢末期 啊 啊就是那個流民兵會 四家都土匪啦 都唱來唱過去 啊就是中國人原主地的原因 啊之後他就開始流浪了嘛 因為那時候中國 開始在戰亂 怕來怕過去 軍閥內戰 啊軍閥內戰之後他有老鼻 他就帶一輩人四家在那裡 農流浪 農流浪 一直到時候呢 他如果在農流浪 差不多在那裡 差不多生完189年 到建立他的這個國家 叫做修漢的時候 經過差不多 要經過25年 他後才建立一個什麼國家 就是說他帶一輩人四家在流浪 這樣他本身是不是像一個民族 對不對 他是不是走來走過去 四家在那裡 他就一輩人 那輩人帶他就四家在那裡 啊如果騙到戰爭的時候 那輩人都打不贏了 但是他打不贏了不要緊 他就這樣一直在那裡流竄 流竄 像毛澤東一樣 對不對 毛澤東也在那裡一直打 一直打 啊這個毛澤東跟他鳥齒一樣 跟他家族一樣 跟他家族一樣 啊怎麼打就打不死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啊後面如果沒有死 齁就有機會變成什麼 會變大長 啊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你說的民族 就是老鼻 也是跟這個民族的頭一樣 齁 啊四家在那裡流浪 找地方要來說建立他的國家 啊這種的齁 這種的齁 這種的情形所建立的 就是最元素的什麼國家 就是一個民族去建立一個國家的歷史 但是這種所建立的國家齁 都是什麼 部落主長制 就是都比較什麼 都比較寬位 都比較沒有人權 他沒有把人當作人 是啦 那沒有補齊的人權 也沒有法律 那種的都叫做什麼 國家 民族所建立的國家 那是原主地的這種國家 比如說我說這個 流浪性相關的民族就好了 你們可能會聽過這個匈奴人 對不對 匈奴人你也要叫做他是蒙古人 因為匈奴人 齁跟蒙古人的組織都一樣 就是匈奴人 就是匈奴人 就是我們現在 勁台港的搭旦人 你不管說匈奴人 還是蒙古人 或是我們現在 勁台港的這個搭旦人 都是什麼 都是這個 算是匈奴人的什麼 兄弟 就是那一陪騎乎的民族 這陪騎乎的民族 當然很複雜 我們就不要去討論 因為齁 我們現在要說這個民族的歷史 民族跟國家的歷史 這個 全世界齁這個流浪性齁 它在你農流連裡面齁 流浪性最高 激動性最高的民族 叫做匈奴人 齁 還是我們說的蒙古人 我們一般都覺得這個匈奴人 跟蒙古人 尤其是蒙古人 蒙古人的遷移性多高 在太平洋 齁 我們知道 日本的海的西平 那個地方 齁 它都一直撐到哪裡 撐到後面 這個民族就是 它的移動性很高 你看 你看看 在這個日本海這裡 都撐到哪裡 撐到後面 西欧 我們現在知道的大西洋 你知道這個距離 你知道嗎 我把它算過差不多 一萬八千公里 齁 在我們亞洲最東邊 一直到這個 歐洲大陸的西平 那個海這樣 一萬八千公里 這都什麼 它在流浪的範圍 它都在這裡流浪 這個國家有一個特性 只有定所 因為你知道這個國家的財富是什麼 是 牛仔跟牛仔 啊 如果牛仔跟牛仔 就我們想一個問題 它是不是 逐水草而去 哪裡有水 哪裡有草 我這個民族就要牽 我就要走 所以這個國家是什麼 它的牛仔跟牛仔在哪裡 那個國家就在哪裡 所以它叫做 居無定所 遊牧民族 這個遊牧民族 是不是一個國家 當然是沒有問題 是一個國家 包括匈奴人 在那匈奴人 在當時開始的 在那社群 差不多 整四百年至五百年左右 他們就開始了 他們一開始 也沒有叫做匈奴人 但是不管如何 這個匈奴的殘侶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 這個草原上的民族 都第一件統一起來 統一起來 那個民族叫做匈奴人 那差不多在那個 那個世元 差不多前三世紀 前四世紀 左右所統一的一個 什麼 草原民族 這個民族 我們在說的 它的特性就是流浪性很強 我說這個民族 我們比較了解的歷史 就是在原調 什麼叫原調 原調就是 蒙古人 就是匈奴人的 正在中國建立的國家 叫做什麼 叫做原調 你看看 匈奴人 這匈奴的移動性 很高的民族 如果 走到中國 他就叫做什麼 叫做原調 你知道這匈奴人 後來走到哪裡 你知道嗎 走到阿拉伯半島 他也走到阿拉伯半島 他好像成立 叫做什麼 我如果說去後 沒有錯 叫做 好像是 伊爾韓國 你看看 這個民族 你看 移動到阿拉伯去 他就成立一個國家 叫做什麼 好像叫做伊爾韓國 後來這個伊爾韓國 好像沒有到一百年 就結束了 他就叫當地老闆生 反恐 又變一個新的國家出來 叫其他的民族 反恐掉 這個國家就沒有了 他在這個中亞這個地方 好像有一個 歐闊台王國 有嗎 有嗎 這個民族 世紀來的國家 一個叫做 歐闊台王國 還有一個 上方上方 走到歐洲 那邊開 今天俄羅斯 那個地方 他建立一個國家 叫做清查韓國 所以 他也許有四大韓國 這個我們歷書的科目 裡面都有背著 但是你不要想過一個問題 沒有 這四個國家 是不是都共同一個民族 就是 雙女人的交代 啊 他如果走到哪裡 建立的國家 就名叫不一樣 但是 實際上 他都跟一個什麼 民族出來 所以 是不是說一個民族 都認識幾個國家 這是沒問題的 還是說 要用幾個民族 來做一個國家 這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這是在過去的 歷書跟我們現在現代 一直這樣 人類的歷書走到現在 不管是一個民族 本來做幾個國家 還是要幾個民族 要共同 要造成一個國家 這都沒問題 齁 但是我們要了解說 這都是什麼 上萬歲的 這個什麼 國家 那叫部落型的國家 那都沒有法律 來做的啦 那都一句話 槍桿子出政權 這是毛澤東說的 沒有不對 以前的歷書真的都槍桿子出政權 打贏的人 那完全都沒有這麼法律 對 在那個時候的叢林法則 吼 滾桿子大樓的人贏 這是一個 你要怎麼說 這也是一種 什麼 一種 我們人類的法律 但是這不是好的法律 如果是這種 建立的國家 通常 都沒有太多 因為 他畢竟是我們人類的 不是自然的 不是水利上帝 我剛才說過 不是水利上帝的地方 如果我們人做的國家 都怎麼樣 都沒有太多 時間到了 就要怎麼樣 改定 你如果做得不好 有一倍做得比你更好的 還是一倍人比你更強的 因為你以前演唱的 人現在要跟你演唱 天經第一 因為你也會唱 我現在跟你演唱 比如說 我講的就好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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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人 就是這個 匈奴人 在這個 中國建立的國家叫什麼 叫做緣調 緣主在中國 那片土地 有緣調 沒有 緣調要進行一個 是什麼 是 宋調 這個 宋調 後來就叫 什麼 這個匈奴人 沒調 建立什麼 建立緣調 對不對 那是不是用唱的 這個 是用唱的 所以之後 就把 宋調的 人口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 都抬了 所以就是 你想到什麼 建營魯烈 還是什麼 種族大屠殺 什麼 南京大屠殺 北京大屠殺 長安大屠殺 什麼 成都大屠殺 暖七八糟 一大堆的屠殺 都在中國 發生 所以你如果說 種族大屠殺 日本 sap 它你可以看 原調的歷史 好 那就是 真的剛剛的種族大屠殺 直到 小辰 他要大屠殺 因為這些人比他的精神還要更好 比一隻鎂子還要更好 因為那個時候 蒙古人的財產 匈奴人的財產 是以什麼 以娘子跟鎂子為主的 他們只有娘子跟鎂子就一切 他們不需要其他的 你這些男朋友 你如果不可以站鎂子 對啊 那你也沒吃鎂子 你對我蒙古人來說 一點點的用途就沒有 只會什麼 跟我的牛仔跟鎂子 爭的什麼 爭的鎂子 因為你只要鎮鎮鎮鎂子 我鎮鎮鎮鎂子 鎂子跟鎂子不吃 鎂子跟鎂子不吃 那種東西 鎂子跟鎂子沒什麼愛 人家這個鎂子跟鎂子的鎂子 是什麼 就是那個草 木草 所以這個 這個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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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 沒有鎂子的民族 真的因為 因為他在看事情的這個什麼 跟我們說不一樣 角度不一樣 他認為說那個時候的人比人生還還還不如 因為這兵中原的人他只會鎮鎂子 鎮鎂子影響到木草的什麼 生長 拜託說有這個鎮鎂子就沒有木草 但是對北平的蒙古人來說 他愛是什麼 他愛是鎮鎂子 對啦 不是鎮鎂子 發別的屠殺 你知道意思嗎 只要看著人就鎮鎂子 所以這個整個中原的這個宋 宋條的人民就鎮到差不多要不正 百分之七十宋條的人都被鎮鎂子了 鎮鎂子剩差不多兩千萬 上去百分之七十的去鎮鎂子 還有一千萬去鎮鎂子的 跑去其他的地方 只有什麼 老兩千萬人在的 老兩千萬人要創什麼 做鎮鎂子 這就是人類 被種族大屠殺 被奴隸之後 最嚴重最嚴重的一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中國的鎮鎂制度 到現在還這麼長 原理無載條 改的原理在哪裡 都在原條流下來的一些好遺症 所以你如果要研究中國 你要去研究什麼 這個中國的原條 他們就是種族大屠殺 所以種族大屠殺 最嚴重的一個民族就是什麼 這個匈奴人的僑代 就是現在中國人 現在中國人的奴隸裡面 也是匈奴人 所以他傳說他什麼漢民族 其實我很質疑 他原則相信他的血統 應該是蒙古人的 他有一半都藏到蒙古 因為他現在去尾巴了 蒙古人去尾巴了 並沒有那些人又流下來 他都把他帶了 他味道就把他煎鎮、嚕賴 看女兒比較漂亮就把他騎上去 所以後來我們就像日本人也說這段 例子叫做雜種 叫做五胡亂名 其實你也不知道他什麼人的僑代 你如果要檢查什麼人的僑代都要檢查 DNA 對啦 對啦 這個有名有聲 因為算是人都在台 算是都台後 還反燈、還祖的一個國家 就是後來我們知道的民調 主元長 所以我們也要說 以前說造成的民族和國家 都有可能算是比較元素的這個國家 因為那個國家造成 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說種族大屠殺 畢竟不是一個什麼 一個比較正常、比較好的 我們相對應用的一個法律 因為我們現在為什麼 不能在種族大屠殺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你如果種族大屠殺 會迎來另外一場種族大屠殺 你現在港台 經過一百年之後 人家如果這個開來又恢復 之後又聯絡幾個 你就種族大屠殺的對象 所以都 都給你什麼種族大屠殺 你現在跟我台 一百年之後 我跟我們的孫子說 你知道意思嗎 我就只有一倍人 又給你種族大屠殺 哇這樣台來台過去之後 現在還有核彈 哇那事情可能不跌倒了 你如果說 人家如果你戰爭 現在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沒有了 這個武器越來越危險 越來越大 你畢竟不用用種族大屠殺 在處理問題 你現在在處理世界的問題 一定很明顯就是說 用法律來說 用上帝的民靈 跟改民來解決問題 不要用以前用種族大屠殺 好啊這就是我們主要要了解說 這個民族所造成的國家 這個民族可能會走到哪裡 走到哪裡之後 它就建立一個國家 還是說幾個民族 才合格起來做一個國家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國家由來 這個國家一般都怎麼造的呢 那它是都有民族來講 一般來講的就是說 我們住比較會來的民族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習慣裡面 大家比較有才調說 我們雖然三五的民族都不一樣 但是 我們共同都差不多 我們的人住起來都會什麼 都會合軍 這樣就有可能說 透過大家 你知道嗎 住在一起之後 包括這個連營 各種的原因 就是造成一個國家 啊過去有這種的歷史嗎 有非常的多 齁 你如果要兩個家族 要變成算說 比較大 如果說要住道庭 算說這個 算說 如果要下軍 有一個辦法 就是 是侯雄家族 你如果有才調 侯雄家族 這兩個民族 雜盤會連作會 你會分不清楚說 到底住一個民族 是住一個民族 包括我們進政府 說過這個 伊勢的人 在埃及當中 在住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兩個民族 透過什麼 對 南路的高翁 啊什麼 變成一個什麼 同一個族群 伊勢的民族 所以伊勢的民族 你看看 他帶有什麼 要去人的血統 啊這就是什麼 說的說 我們兩個民族 或是幾個民族 要去學軍作會 就是透過什麼 自然的方法 和上嫁娶 我娶你的女兒 我的女兒 還嫁娶你 你知道意思嗎 和上嫁娶 這樣如果 如果過了 經過一百年 兩百年 三百年 那整個文化 伊勢 國王營 包括一桶 分下去之後 其實你還三百年 我們說實在外 你還經過五百年 你也分別清楚 現在日本人跟美國人 有什麼分別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合作 這個合作之後 就有可能 又造成一個新的國家 我講一個地方的歷史 你們就很了解 現在當你製造的 就是歐盟 歐洲 你知道嗎 歐洲如果要照歷史來說 他的民族 一開始 有幾個民族 四五個民族 之後他後來又不會 開車必須 之後再本作 差不多 歐洲最高的時 他的國家 差不多 將近兩三百年 在中國四季 在歐洲當你亂的時候 國家差不多兩三百年 這都在幾個民族本的 在差不多四五個民族去本的 因為都住不住 都抬來抬過去 後來看不順暗 住的地方不一樣 他就分裂 人家說的 超大的分裂 他就分 像歐洲差不多兩三百的國家 之後他就慢慢說 一直分裂也不是辦法 因為分裂就變成你的力量變成 要強起伏 那為了沒用起伏 以後我們這逐巡大海 我們就套過婚姻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賀相隔壁 後來之後這個國家 這個求俗到我們現在看到 歐洲差不多三十個國家 以前最多的時候 差不多兩三百的國家 現在已經求俗到剩三十個國家而已 現在還要什麼 他們歐洲還要 套過一個法律 共同又建造會 成立一個什麼歐盟 這個歐盟也是一個國家 就是講的說 這幾個國家要連合起來 還要變成一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 他們歐盟起伏 算說這個合起來之後 他們現在發言說 算說這個地球現在這個美國 你看看都獨一最大的 如果這樣一直讓美國一直供下去 我們自己歐洲如果算都沒有進步 像美國這樣 這樣叫你知道嗎 歐洲就淘汰掉了 所以他們現在想想的說 我們歐洲這些國家要合作會 變成一個什麼國家 這就是歐盟 所以我們憑良心說的 這個國家都會因為利害關係 所以一些三星的政策不一樣 這個國家有可能跟其他國家又怎麼樣 做一個更大的國家 這也是有可能的 在歐洲上有 現在的什麼 現在的歐洲就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說的說 一個民族可以跟人家合作 做一個國家之後 他要慢慢同化做一個國家的一部分 會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你一個國家裡面也有可能 幾十個民族 大家都大大的學 我們共同有一個約束 偷偷就變成一個國家 你包括美國也一樣 他來臨有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包括黑人 包括我們鄉親的人 包括所有你想不到的人 他現在都走進去美國 要共同用這個法律來造成一個什麼 現代的這個國家 主權國家 這樣有可能嗎 當然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的什麼 因為美國這個包容度就要很高 很高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用什麼 榮納一切 盡量去榮納這個種族文化的差異 我們這個 你知道嗎 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有帶他一定的習慣法 要去美國這個國家裡面做什麼 族群的融合 要來做一個市營 做一個貼政 那共同來做一個新的國家 這都有可能的 包括現在後週就好了 你現在再看 近過二十年之後 他後週就好像變成一個國家 好像做現在美國聯邦政府 他就慢慢越來越一樣 這現在比較看的出來就是說 這個 歐洲大陸現在在聯邦的什麼 你知道嗎 帝國 再來就是法國 主要是帝國 現在已經看他出來 因為 這個歐洲裡面 他的文明最高的也是帝國 所以這個帝國會去什麼 帶領這個歐洲 把他帶來什麼 種族大融合 這就是什麼 幾個國家所造成的 什麼 一個大國家叫做歐盟 這就是歐盟 我們剛才說過幾個民族 也可以做做一個國家 這也是有可能的 你看幾個民族 可以做一個國家 還有幾個國家 可以做一個更大的國家 做幫連 聯邦 你看美國就好了 他是 這個五十個州 但是我們要知道 他每一個州的規模 就是一個國家 所以 美國是一個 什麼樣的國家 五十個國家所造成的 一個大國家 叫做美利堅合作國 所以你要稍微瞭解 這個美國的組織 他這個地方的州 每一個州就像什麼 像一個國家一樣 有五十個國家 跟共同來做的一個大國家 叫做美國 叫做美利堅合作國 所以 我們要知道 一個國家裡面 最要緊的是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合作 我們也要遇到 我們台灣現在 內部的問題 我們這裡 以前 我們台灣 為什麼無材料 做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這裡的民族 都 太有自己的意見 你知道嗎 人家說會 不需要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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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創作一圖 你們如果要創作一圖 跟人家完全都不害 你就會散散散 現在台灣人 這個民族 這個特性 我們都 表面上去 都跟人家好 內心內民 都不學對方 這什麼原因 因為沒有 拿好的來價 如果這種的情形 大家都不合作 要變成一個國家 有困難 甚至說 後來會變什麼 如果國國不幸會變賴戰 就像美國的南北戰爭一樣 如果大家都住不住的時候 南北戰爭 就會分裂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我們這些本土台灣人要比較聰明 要去學這個人不用帶歐盟、帶美國這樣 美國來好了 你來說就好了 以上沒有200的民族 人們共同去做一個國家 我們台灣這幾個民族 在我們現在知道連高三的朋友加到那裡 也差不多沒有到十個民族而已 你敢不再做一個國家、政府 人200的就做一個國家 結果我們十個我們做不起來 我們是比美國你知道嗎 比較沒那麼複雜 美國來面的族群就很複雜 他的人口水 他的這個人 他算的人口水還多 對不對 認真又複雜 人他做好他起來 結果我們這些本土的台灣人 他家的行為裡面 大家的行為都不一樣 還是要做一個現代的 有主管的政府 你要去做這種現代的國家 所以我現在非常地煩惱 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人 所有的家人在裡面想的都不一樣 都有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自己去創造出來 還是去黑白生 我相信我們台灣民族的動心 一定發現到了 這裡進來的人 人家都怪怪 對 國中的生活完全都有 裡面算平坡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這就是中國人的文化 對啦 他們都黑白假 你們就去黑白生 你也去黑白聽 為什麼 沒有共同的什麼 因為你沒有共同的這個信用 你沒有這個一生的信用 你都去黑白生 生那些不應該去生的 對不對 要叫做神棍 你都生那些詐騙集團講的話 那些名字都不準的名字 你把誰在用 都沒有實證 也不知道靠這個名字你拿在用 這要造成一個 現代這個主權的這個政府 還是國家 是有相當的難度 所以你現在去看 現代這個主權的國家 做得比較好的 都差不多跟基督教有關係 因為我告訴各位 基督教不是一個宗教 而已 它是什麼 它是天地的法 它用這什麼 天地最基本的法律 下去做什麼 它的法律 你不知道什麼是天地的法 我告訴各位 你如果是有 中華民國交友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 是天地的法 那是亂七八糟的法律 我怎麼在頭上 你都去黑白 都去對那個中國人黑白 中國人都詐騙集團 他們自己就無到亂七八糟 那個國家就算平坡 你去打他的車 你是有變一個老英的人嗎 你再去中國的文化 裡面的軍頭 你應該就變一個沒有老英的人 那個民族 是像準備要淘汰出的民族 你又五十年之後 他就慢慢變連法 因為他的名字都不可以 放在世界的時候 民族人批評的 你看都不可以 所以他就要讓他淘汰掉 你去學什麼 學要讓他淘汰的文化 你看看 那些中國最聰明的人 都去走到美國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美國人 都移民去中國 沒有啦 都是中國人 都移民去美國 什麼原因 那聰明的 有陣子的 都知道他們中國 要讓他消滅掉 他們的文化 不可以 還有天氣 還會 好朋友 還會 沒有材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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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句說 為了他害怕 生存的人 人他先走了 人不敢再留在那裡 那叫做中國人 中國人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們性不對 他也是什麼 無神論 因為共產主義就是 無神論 無神論是很嚴重的 變成 他的人民各自為政 性 他自己的 如果相信自己的 弱體的人 他就變成什麼 各自為政 他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說要去做一個國家 所以 他們現在中國 做的國家 叫做國不成國家 不成家 的國家 我不知道他們 會變成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這 我也不知道去 提議改革 因為中國人 很難改變 人齁 你看 你要改變一個人的 信用 非常困難 你看 要改變 人類的信用 方向 他就要什麼 付出自己的使命 我是不可能 去為中國人 付出我自己的使命 我如果要付出使命 我也要為台灣 我哪有可能去為他們 因為中國人 要自己去改變 我們說到這裡就好了 家家有本 難念的經 你 國族的民族 家庭 你自己要去圍 你自己要去圍 中國人 你就要自己去想辦法 我們現在 我們住在台灣的日本人 我們自己也要想好的辦法 我們要用 比較少的身份 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就要用什麼 用比較少的身份 解決問題 最少的身份 就是 遵守法律 遵守 遵守 最好的 遵守法律 來解決我們台灣的問題 就好了 這樣我們的身份 很少就可以改變 從我也之前說過 你如果說你這台 不要拆掉 麻煩你把你的兒子 去圍上 好 不要去圍那裡賣 不要再去圍那裡 中國文化 你這台動作 你放棄就好了 你不可以再去 害你的兒子 去圍那裡 阿薩布魯 中國人那裡的文化 是我們死的 我把它看起來 現開以來 就沒有什麼 說出來 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讓人欣賞 現在我們根本就看不下去了 我說出來 我投票之後 我根本看不去 中國人的文化 因為那裡 都黑白人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都倒不起來 倒不起來 我們現在是 怎麼還要用 中國人的文化 還要用 我就不知道 你說什麼疫情 那個名字我也看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 裡面寫什麼 寫得迷迷糊糊的 迷迷糊糊的 就變成什麼 變成迷信 變成你就自己 再去圍一圍 去黑白武 好像神棍 詐騙集團 那裡騙 有喔 台灣為什麼神棍 跟詐騙集團 那麼多 因為中國人在下來找經典 都不清楚 都沒有研究 孔子在討論 2000年前 寫好到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在變化 都沒有在變得好 你看 他們西方不一樣 他們 一個法律 或是科技出來 他們都一直在發電 因為他們 他們知道 一個名字出來 都粗粗 千千千而已 不說 多交轉 後面的人 還要什麼 下去研究 所以他們的名字 你看看 世世代代都在改變 越來越好 你看 後來他們名字做的 什麼 越來越好 越來越先進 只有中國人 2000年前 到現在還在堅持 孔子 叫做孔子 哪有可能 一個名字 2000年都不用改變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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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為什麼 補到後面 他們算不下去 他們還在用2000年前的孔子 在尬這些 現在的孩子 所以你就尬到 變成孔子 就是這樣 尬一些傲人出來 只要用研究 什麼名字都沒有在研究 就是這樣 所以中國的文化 為什麼不好 我一定給它判世情 因為這個 我投到報仇 我也憑良心說 中國人的奢侈 我有研究 誰向美國他們的圖 我也有去學過 我比較起來 之後 我把中國所有的名字 都拿去 淡粉塑堂 因為他的名字 沒有延展性 我有孔子 今天還在研究 你知道嗎 因為 兩千年前 說的空主 就是寬位 不可以你變 哪有那個名字 不可以你變 對吧 如果要變 我們變得好 空主 就應該都對 他的名字 就不太方便 對不對 那叫做什麼 大中國主義思想 那叫做封建主義 什麼原因 他要用這圖 繼續努力 把你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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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那個努力 賺錢給他開 就是這種 這就是中國的垃圾文化 所以他一定為什麼 拼死人 你在這個 孔子的學術 你就可以看出來 包括 國民黨 沒到後面 他沒知道 還沒到 在中國 現在在台灣 還要用他 什麼原因 他還在堅持 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 麻煩 國民 把這個名字 拿去 你動作 本作 對他等掉 為什麼他沒有路因 不用再玩下去 再玩下去 你就不會做 所以你要了解 這些什麼 事項項的工作 你現在有問題 都你拼在裡面 有問題 你知道的 照你所知道 你也是不知道 你不要因為 你知道很多 你知道 裡面很多 是不對 對 但是你也動作 你知道 你的拼在裡面 是不對的 但是你也知道 想說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對什麼 自以為是 這是我們台灣人 普遍上的問題 他都想說他知道 這還要問完之後 他會叫他笑 所有人 現在全球都沒有聽 你台灣人 你說什麼話 什麼原因 因為你講出來的話 都會笑 剛才 電線 你的目的 剛才好 你不要說 人 不知道 你講出來之後 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這為什麼我們講出來的 都不可能相信 的原因 因為你知道 你講的 通常不對 但是你想說 你知道你說的 通常是對的 這就是台灣人 叫這個 詐騙集團 中華民國 九月七十年 以後 所以 電線出來的 一些什麼 對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後遺症 我不知道 你台灣人 有 底角 說你知道的 人家裡面的名字 都不對 你如果知道這樣 你可能有救 你如果想說 你都對 你可能 就會一樣 跟那個中國人一樣 你會叫他笑不得 對 這是非常現實的一個問題 你有感覺 你現在台灣人 都瘋瘋瘋瘋瘋 什麼原因 對啊 好像在一個 暗後的 房間裡面走不出來 這就是因為 你知道的名字 都不對 就是這個 國民黨的 詐騙集團 一直在瘋瘋瘋 在這個 你知道的 電視台 電台 學校裡面 都繼續在瘋瘋瘋 給你台灣人 不清楚 你會越瘋瘋瘋 照理說 如果是一個情理來說 你會越瘋瘋瘋瘋瘋瘋 越瘋瘋瘋瘋 你如果一個 別瘋瘋瘋 我十年前 差不多把電視台關起來之後 我 我平時變得很清楚 因為我就不用到那些本子 都給我洗腦 那裡一直幫你霸瘋 有 所以你現在看到電視台都不會看的 不管哪個力的都不會看 那都詐騙集團 對了 如果要跟你騙 力的也跟你騙 那一陣子都在這裡 都在那裡 都在輸瘋瘋 開始了 好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這張的主題 這張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們剛才舉了很多例子 民族可以怎麼樣 可以流浪 是不是可以流浪 流浪之後可以建立國家也可以 你看這個劉備的故事就好了 他流浪25年之後 他要建立一個國家叫做蜀漢 這個包括這個匈奴人就好了 他也一直在流浪 流浪之後又建立很多國家 多方多次的建立國家 他如果看這個國家生不下去了 我賣了就起來 我都走 這個國家就沒有了 他就去拜他 再做另外一個國家 這叫什麼 竹水草鵝居 包括這個醫生的人也一樣 他也是好像後來這個國家不忘了 他也流浪 流浪2000年之後 他還要建立我們境台什麼 主權國家醫生 這也這家差不多七十年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看 我們從元素所造成的那種的國家 會因為 因為國中的這個原影 分分合合 這就不是主權國家 這個主權國家裡面 我們後面的定義是說 他主要會主動這個地方 大大的人權 人類的管理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都人類 不管你是 蒙古人 中國人 日本人 美國人 歐洲人 非洲人 或是阿拉伯半島的人 不管什麼樣的人 你都要有一個基本的人權 基本的保障 用上帝法律來 幫你 共責 幫你保護 這都叫做什麼主權國家 就跟 進行所造的 那個上元素的國家 部落型的國家就不一樣了 嘿 所以你要了解什麼是部落型的國家 什麼是主權國家 上一張節就稍微有說到這裡 因為要開始進入一些主題 這個說的就是這個民族 他可以流浪 然後也可以建立國家 這個國家一定有人類去建立 有人類就有民族 所以這個國家是由民族去建立 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 你這個國家裡面要組 一定要有人 要有人就要分你什麼族 這裡有民族 要怎麼分民族 民族就是後來 抓到一個中心點 就是說 這個民族所信用的神 是什麼樣的神 來分這個民族 譬如說 如果日本就是信任這個信徒教的神 它有一套的信用就是什麼信徒教 那如果說印度來說 它有一個印度教 對不對 那如果阿拉伯人所造的國家就是什麼 伊斯蘭教 我們這個神都用宗教來分的 包括俄羅斯也是一個宗教 以什麼 東正教 就是基督教的分支 包括 歐洲這些也是什麼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國家 來組織 那如果說美國也是基督教的國家 只不過台灣 他不知道他什麼教的 亂七八糟教 所以為什麼 他沒有一個統一的信用 沒有一個統一的方向 所以變成台灣什麼 刷平碰 國不成果 家不成家 因為你沒有一個好的什麼 疫情的信用 台灣人有 兩千萬人 有兩千萬種的信用 現在這就是台灣人 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你說要怎麼做一個國家 大家 像話說的 做的都不一樣 這樣是要怎麼做一個國家 要怎麼做一個政府 對啊 現在就是台灣人的問題 就是那個國民黨 不讓你知道這個名字 因為你如果知道我今天跟你說的這個名字 你自然去想辦法做一個國家 所以他都不可以跟你調到好的 你 照你所有的材料 在裡面 你知道的都不對 所以你台灣人不知道變成一個國家 沒有材料變成一個民族 因為這個國民黨 民進黨都一直在幫你幫助 所以你怎麼就不會這樣 我們一直在這裡 他不可以把你調好的 所以你不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你說的 一個民族到底變成人 他是一個民族 他一定有信 一定有他的信用 這 這有辦法變成一個民族 比如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民族 到底 雖然說 我們現在說的台灣很亂 他這個信用很亂 但是你如果要來認真 來講 我們 到底我們怎麼有拜神 實際上 要認真來本 也是還會有 也還會本的出來 比如說 我們現在在拜共 中間 中間 競天 什麼媽祖 出巡 這個 這都屬於 比較元素的部落型的宗教 這也不是主流的宗教 因為 這種的宗教裡面 他沒有經典 他的經典 他不會貪貪人的減減 你 你應該聽 就是說 台灣人雖然有宗教信用 但是這個宗教信用 是非常激烈的宗教信用 就是 國民黨 跟這個中國人 他們帶來最壞的什麼 這個信用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什麼 定義沒有信用 因為你沒有一個好的信用 定義沒有 所以我們台灣人 現在是沒有信用 因為 因為那種的信用 因為是你人自己想的 所以變成不是信用 你聽到沒有 因為人做的東西 都不會孤單 變成說 算說這個信用 不是信用 什麼原因 他很脆弱 他沒辦法卻有減減 他也沒有經典 比如說 你經典的經典 的原因 你到底在那裡 你也說不下去 你為什麼要媽祖出損 你的經典 怎麼寫出來 你不要去把全世界說明 說你這樣媽祖出損 就對了 我問你 美國總統 怎麼有你媽祖出損 對不對 你會說笑死 原因就是在那裡 這就是什麼 文明很假的 什麼的狀況 那我現在叫做迷信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都在迷信 不是有忠告 忠告是會讓人團結起來 因為我剛才說過了 我之前你如果聽上帝是兩聲的一切 他會讓我們團結起來 會讓我們變成一個國家和民族 跟其他全世界的國家和民族合作 這就是什麼 真正的神的信用 就是我們主題 創造我們一切的神的信用 你現在台灣人 麻煩不要迷信 把你所知的狀況都拿去彈 回去什麼 託信經 託信經就好了 不一定要叫你加一個基督教 因為我們的基督教 台灣的基督教 也叫國民黨和民進黨放毒 現在他們裡面也賣大 那個書書也有問題 那都一定什麼 偏離什麼 偏離最元素的信經的教訓 只要偏離這個信經的教訓 不管是什麼教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基督教 也很多是假的 假的基督教 就不是什麼 宗教 假的宗教 所以很危險 國民黨是我看過 全世界最毒最毒的病毒 思想的病毒 這意思 人類一定會譴責國民黨 也會譴責共產黨 這都中國人說去黑白亂識的什麼 這個國家和宗教 他們都亂七八糟的母 所以母家 國不成國家不成家 黑白母 所以我們在分辨一個民眾 就要看他的信 就很清楚了 他到底這個民眾 他信的這個中信 這個信 他這個背後 對這個人民的 一些算說 他的習慣法 他對信的這個法律 你就要分出這個民眾 這個族群到底是輸於什麼樣的 你有什麼本來出來 因為他有一個信用 包括日本人 有日本人的信用 猶太人有猶太人的信用 美國人有美國人的信用 歐洲人有歐洲人的信用 印度人有印度人的信用 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信用 阿拉伯人的信用 阿拉伯人的信用 有他的信用 一圈 人對這些名字 都非常堅持 阿拉伯人的信用 就是因為這點 所以我們這本來出來 他是什麼民眾 阿拉伯人 我本來不成為什麼叫做台灣人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看有可能嗎 我打到POSE 我不知道台灣人是什麼名字 到底台灣是什麼 我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叫做POSE 有到現在 國不成國家不成家 叫做國家 對啊 很好笑的 這個台灣人 比慘的什麼 比慘的名字 就是你們都叫做POSE 你們這裡都踢去他們的 好騙又難過 全好的都不學 都學那些阿拉伯人的 把那個動作你的信 動作你的一圖 在那什麼 騙來騙過去 因為都沒有一個政客 你這個名字 你拿出來之後 人家就幫你找 為什麼 不知道要用檢驗 你知道嗎 你如果不知道要用檢驗的名字 你就拿出來要用照 就這樣 所以 台灣人說的 全世界都不敢插 你們就在這裡 就是你知道的都不對 照你所知的 你現在也不知道 這就是什麼 就是原住在這個什麼 這個民族裡面的分別 就是有一個信用 有一個信 所以我們就看出來這個民族 這族的人都跟人不一樣 這個家庭的人都跟人不一樣 跟我們這些都不一樣 我們就本來說這個家庭 這個民族 他有什麼特色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習慣法 這都跟什麼 這跟背後 這個什麼一型的信用 Faith Faith 這句很要緊 尤其中的要緊 這個分別在什麼民族 所以一個民族 代表他有一種的信用 他這個民族的信用 如果都一樣的可能 會合作一個國家 旁邊的都同化起來 這都跟什麼關係 這都跟一身的信用有關係 所以你看看 他這個民族就好了 他流浪兩千年後來 還回來建立 他自己的國家 他學歷 有厲害嗎 你要好好去研究他的歷史 太厲害 太厲害 這個民族我非常欽佩 可以堅持一個 上帝的信用 兩千年 流浪在全世界 既然無章消不住 這如果沒有很堅強的一型信用 他就堅持兩千年 例如我們台灣人 現在叫中國人 統一之後 他就馬上變中國人 他也不知道他是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信用 沒有信用的民族很好慣 你這個既然又騙過頭巡 又加到阿薩布魯 你看看 我們台灣人 現在都變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信用 我們那種的信用 是部落型的 最激烈的那種的信用 那種的信用 親自就把你洗掉了 人家一些的民族 你看看 包括美國就好了 美國總統的什麼 的兄弟 那種的才是真正的兄弟 那些沒有材料 會被吞打 為什麼 你如果身體真 人家說會真正 不怕火鍊 人家這個 郵台民族 包括美國總統的兄弟 人家都經過考驗的 你要去看這個什麼 教會律書 你就知道了 那個名字是 你怎麼會有材料 最主要是為什麼 到現在美國總統還在信用 那種經過律書的 口渣 不斷把考驗 考驗到後面 我們人力確定說 這是真正的信 沒有 不對 我們的信就是生做這種 我這後面 給各位台灣人 教說 什麼是真正的信 你要回來真正的信 你才會清楚 你是台灣人 什麼是台灣人 台灣人的律書 到底 他的無論生做什麼 這都跟這本租款精神 你說的很要緊 因為這個租款精神 就是 要什麼你知道嗎 買回來 你是上台租民的身份 的一本論文 基本的入門 因為我們台灣人 現在就是欠租款精神 你如果沒有租款精神 你要做現代的公民 對不對 你什麼人 你知道嗎 你要怎麼反應去定義 你的律書 和你的國家 和你這個台灣人 和上台有什麼關係 你要怎麼去建立 都跟什麼有關係 都跟這本租款精神 說裡面 說的一些事情 都有關係 啊 這 西方的 一流的人 都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人 既然都不知道 啊 你不要自以為是 想說你很聰明 麻煩你 好好讀這本書 這本書會給你 你注意 你台灣人找出的方法 要怎麼走出來 這都是什麼 在西方裡面 我知道最好的名字 都拿出來 對 啊 那裡面這個藥 你可以看到 最重點的地方 在哪裡 我都特別去跟什麼 去跟研究 發表我要寫的論文 這裡的書 我花了一年下去研究 我如果有影響 我就下去研究這個名字 為什麼 因為要讓我們台灣人 投資 不要去做中國人的路財 我們不需要 我們也不用做路財 啊 這就說 說這個 民族 你要把它分出來 就是要有信用 我現在不知道 台灣人是生存什麼樣的 我投到Pox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叫做台灣人 我說實在 我沒有才能定義 對 台灣人 我只知道好便 不賠家 啊 聽他又不賠家 啊 叫中國人騙 的民族 啊 在那個世界 很多人的笑話 就是這樣 這叫做台灣人 有可能嗎 我記得跟你一樣做的 我實在有夠可能 好 啊 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說的 這個母子 他現在出埃及了 以後 母子 他算 他一直在流浪 帶他的民族一直在流浪 那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這個醫生的人民 一開始 他並沒有完全信任上帝 他對上帝的民靈的懷疑 懷疑什麼 他沒有信心 因為他在愛情住了600年以後 他對他們要記憶 他們的關注 在造成的這個故鄉 有懷疑 他們還在思念什麼 他們住在那裡 以前我住在愛情那年好 啊 眼睛開幾道給我吃 我趁在做 我趁在要做一道工 我就會生存 會這種的流浪的生活 因為在笑臉 以前過去了 啊 他們就是要把這個笑臉 這個過去 以前的這個屬性 他整個都要把他放不進 所以 上帝 這個民族在那一個什麼 荒野裡面流浪四十年 就是我們住在母親 又帶出來的那些人 後來都沒有去跟我們 都他的第二代的恐懲疑 為什麼 因為第一代的恐懲疑 以前的事情 算說放不掉 他一直在笑臉 以前那個愛疑 他想要回去 如果是母親知道不可以回家 回家就是做人的路財 他們說或是都不回家 那也算沒材料回家什麼 醫生的什麼原因 因為還在笑臉愛疾 放不下去 既得利益 以前日治過習慣了 他有忽然間要進入一個新的地方 他們的過頭 他們沒材料吸引 沒材料吸引就要什麼 還說繁町訓練 繁町生徒 所以母親那些人 完全都沒有去醫生 他在那個恐懲疑裡面流浪四十年 什麼原因 從以前的生活有少量 所以你不要把你過期都放不掉 你就可以完全都把 動作 過期的日治都 算說都沒有 反應更好 但是我跟各位說 習慣發這個名字 一定頂到你的藏在裡面 真的很難解 我跟各位說 你這台如果沒有材料 不要讓你的怕事 去學中國文化 把它切切回 因為那個溫室 你要學毛色 你知道嗎 泡室也不可以回家了 你如果泡室也不可以回家 你醫藥才會出發 沒什麼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 出中國料理 第一件事就是什麼 在那個恐懲疑裡面 分辨 同樣 我因為台灣人的習慣回不掉 中國人那個賣的習慣回不掉 所以要用經濟 稍微嚴巡進化用物的 沒辦法 因為這只有什麼 習慣發來說 你如果習慣一個名牌料理 還要把你調查回來 非常的困難 要用稍微嚴巡進化 這個在那個毛色 裡面這個恐懲疑 我們跟我們現在台灣人一樣 不用改調中國人那樣的賣實管 他們就在哪裡改 你們怎麼在那個恐懲疑 所以 定義說 經過四十年以後 他還生團 一些人 完全都不知道 愛情生做什麼樣的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生的孩子 都知道中國是什麼 他的頭部裡面都中國 跟現在一樣 那個毛色在那個什麼 控制那個時候 你知道他想的 都什麼愛情 同樣的意思 所以台灣人 要完全脫離中國 怎麼有可能 沒有什麼 這麼簡單 因為整個輸送裡面 都 垃圾的中國輸送 等不掉 你要帶我這樣 完完轉轉 跟他 放棄 你知道嗎 你有可能 擔保那麼困難嗎 真的 不是所有的 台灣人 都要怎麼帶我們 我們這樣 跟中國的文化 都拿去 分手堆 彈掉 因為我知道 那個不可以 我也不可以 為什麼 那真的不可以 因為 負擬是 國不成果 家不成家 你有那個勇氣 給他賺錢嗎 但是我還故意說 有的人 沒有資料賺錢 不是 大家都帶我們賺錢 賺錢的人 要有相當大的勇氣 心情過期 自己害不到 不可以 你再這樣 你敢撥下去 沒有人 真的有人這樣 所以這個母子 一開始 帶到愛家人 出來 愛家人的時候 那皮都死掉了 他的效術 才會被他死 什麼原因呢 因為 母子帶出來 那皮愛家人 都是什麼 都是愛家人的訴訟 對啦 沒有那個奮鬥的精神 沒有那一生的信用 沒有啦 所以他還要讓他翻生 那翻生跟母子死了 他 他的繼承人 約書雅 這皮第二代少年 他就進去 他以前的故鄉了 有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 整個袋子裡面 愛家的訴訟 都已經沒了 他也不知道 他是在愛家住過 他不是愛家人 他知道他不是愛家人 後來 他就想說 啊 這樣我們祖先 亞伯拉漢 以殺 跟亞克的什麼 故鄉在哪裡 啊 就在我們以前的家人 在醫生 所以我們怎麼 爬也要爬進去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還比較艱苦 有戰爭 我也要回到我們祖先的土地 他就砲死也要進去 結果 約書雅 那時候 因為他在抗牙裡面 受訓練 受操練 所以 醫生人 在這個四十年的中間 在這個 生來山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抗牙 這個附近的時尊 他在那裡有訓練 得很強大 他對他 包括這個 精神 跟這個 體力 還有我們的 四營成 變成比 以前在 亞克的時尊 還有什麼 更嚴重 啊 因為他受過這種 在那個 控制的訓練 變成說 這些 醫生的人 變成 你知道 比較有壓性 戰鬥能力很強 他貪得跟人家精神 以前在 亞克出來 那不會沒有材料 跟人家精神 因為他的 他在裡面有問題 啊 身體可能也比較軟 因為身體不讓他超越過 包括他的 書上不讓他超越過 這不可能變成一個 戰爭的什麼 民族 啊 為了要 示範說 他在加南堤的戰爭 因為那時候 加南堤一定有住人 一定有住一些 很強大 很強大的人 如果 原住在 摩世 帶進去 那邊 如果要進去 是要有精神 運神 他如果 衰回去 在亞克出來 水去加南堤的水 那邊刺不住 對 啊他就是知道 這樣之後 他後 上帝就說 暫時不給他 這也上帝的意思 他在什麼 這個 西奈半島的 礦頤那裡 去流浪 流浪四十年 讓他那些人都死了 生的 又生的 又生的 都不知道要記 啊 因爲 堂 抗爬 你知道嗎 都要想什麼 有分辨 科研 自然的科研 所以 身體就有什麼 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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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 也有 組織 還有 有分辨 所以 當這個 耶穌亞在 帶這個 這個 伊謝良的 時尊 到這個 就是 加南堤的時尊 這部的 變作是什麼 世界上 最強的 戰鬥軍團 因爲什麼 因爲這部的 年輕人 都在 空洩 裡面 訓練起來 對 他的 包括 他的 屬性 包括 他的 身體 包括 他也知道 他有一天 要回到 加南堤 所以 特別 還有訓練 還有 變作 以色列兵團 當訓練過 這個 民兵部隊 一基 密ライド時 把 這樣的 關主 在 男呈 部落 打得 整理 都 gek 這個 在 有寫在這裡寫在這個古猶的約束雅紀和世詩紀 你能去看這個經典就是都什麼 就是部落和部落的戰爭 部落和部落的戰爭史 我建議你也要去看 你要看一個元素的國家是要怎麼建立的 都要什麼 都要流血流血 都要經過一連傳的這個訓練 包括這個 這個母子在抗議他那個民族 醫生的民族四十年的訓練 人是過什麼樣的日子在訓練他的人民 後來有材料繁公 繁公他以前亞伯羅漢 以撒到亞哥的什麼 對 上帝書的他們的什麼 土地 不用再回去古土 這是不簡單的一件事 這都記錄在這個約束雅紀和世詩紀 裡面就是有一個說 他們這個 算是說摩世 如果死掉以後 這個 醫生的繼承人 約束雅 要怎麼帶他一些民族 進去反攻的故事 這就寫在約束雅紀和世詩紀 當然如果來民有很多什麼種族大屠殺 或是說你一樣做這個羅蕾一名 這裏裡的故事都有 你用去看 跟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做一民族的種族大屠殺 是差不多的 你用去看看 這個 約束雅紀未了以後 他們所造成的那個國家就是什麼 就是部落型的國家 Country Country 就是我們以前知道 以前我們人類所造的那個國家 這要跟我們說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 真正的我們人類 現在的文明的世代 我跟你說 現在200年而已 包括我們這個人類有國際法 為什麼有國際法 有主權國家的憲法 這都近代這200年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人類 這個時空點還很厭慢 非常的厭慢 為什麼非常的厭慢 因為我們的文明 正當才開始200年 我們以前200年前的人類 你過的生活就是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約束雅紀 跟四世紀 都差不多的 全球的時候 都抬來抬過去的 對不對 你用去看律書 跟部落戰爭都一樣 什麼種族大屠殺 你看中國的律書 整個現金都一樣 那就是說什麼 那就是以前那個部落型的國家 那就是無主權的 所以那些人抬來抬過去 你只要把那個民族的人都抬了 那個國家就不去了 那叫做種族大屠殺 抬到那個國家的民族都熟不好了 那國家就算了就不去了 那這叫做什麼 部落型的國家 這非常多 有很多國家就 被種族大屠殺就不去了 我比如說一個國家就好了 你不要抬過去中國人的律書 裡面第一件的種族大屠殺 拌一個你知道嗎 什麼情媚六國 對不對 情朝媚六國 他其中一個國家後面的人 我也看過他的人 那叫做造人 你知道嗎 造人你聽到有沒有 就是他後面這個民族 叫這個情死王派 軍隊進去之後他把他抬到沒做 對 抬了了 所以後面這個律書的 記載的時候都沒有照人的律書 什麼原因 因為都要有種族大屠殺 差不多抬了了 那叫做藏品戰役 對 那個老婆的 差不多四十萬都被扣掉了 這個差不多 老婆 老婆如果關過一個官都的都抬了 那他就是種族大屠殺 變成後面這個中共 他律書在記錄的時候 這個 這個造人就好像都沒有了 後面就好像都沒有什麼 紀錄造人 為什麼 因為影響種族大屠殺 包括境台三百年前 也是有發現這個情形 這可能各位 你們在讀律書比較沒有去讀到 但是我有去讀到 因為我一段時間 米的圖書館裡面 在兵這裡找 多少在看的時候 我 我算是去看 比如說我們知道有一個阿茲提克帝國 還是這個印加帝國 這個阿茲提克帝國在那裡 就在那個 我們現在說的這個墨西哥 這個墨西哥原住地有一個民族 叫做阿茲提克人 後面要用種族大屠殺 現在一定沒去 就是現在的 但是如果太家都不知道人 你知道他叫什麼台灣 叫西班牙帝國跟別種 種族魅族 種族魅絕 所以這個阿茲提克就沒去 這個阿茲提克不是沒去 就是那些所謂的 那些所謂的童魅族 那些都不跟 新年自己是阿茲提克的 都四季了 就是現在說的這個 墨西哥人的祖先 所以墨西哥 以前的祖先叫做阿茲提克人 這叫西班牙跟種族魅絕 差不多都台了 從台無料的都走 這叫做種族魅絕 這有嗎 這理書上也有 比較實際有記錄 還有一個就是 印加帝國 你反正要聽過這個名字 這個印加帝國就在那裡 在走一個這個 智力跟秘魅 這個智力跟秘魅 原住在那裡的那裡 就是那個 印加帝國的人 民族 後面也叫西班牙 同樣跟他吵架不走 種族魅絕 這兩個地方 死差不多兩千萬 都叫西班牙 用把他拆掉 他用什麼給台 你知道嗎 因為你如果用 慶祭跟台 想要慶祭 一個台也要兩千萬 慶祭 人還會陷害 不是大家都打得準 你如果要把這兩個 民族種族大屠殺 你要花多少時間和身份 你要死多少人 他用一個方法 用瘟疫 用蜀疫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 阿茲提克人跟 印加人 對什麼 對這個 天花 瘟疫 包括對這個鼠疫 黑死病沒有抵抗能力 他就 假好心 西班牙很聰明 他用這個 算是有 那個 病毒的名字 你知道嗎 包括一些什麼 什麼 送給這個 阿茲提克跟印加 結果那兩個地方 都到瘟疫 到黑死病 整個都不會做到 這個名字都無形 台人都無形 瘟疫 黑死病 這些都無形 結果那兩個地國 就有種族魅絕 但你的人死了 差不多的時候 西班牙就派 在旁邊 輕輕鬆鬆 征服兩個帝國 征服什麼 征服阿茲提克跟印加 這立書上都有什麼 這叫做種族魅絕 所以西班牙跟蘿國人一樣 種族魅絕什麼 是很嚴重 很嚴重的國家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西班牙 西班牙人 就是這個 西班牙的帝國 早起人種族魅絕 跟蘿國一樣 那種種族魅絕 對 比較尷尬 這都西班牙有教育的 這就是種族魅絕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部落型的國家 這樣跟台上 不然用這個寂謀 這樣跟種族魅絕 這是很優秀的 當然這是在我們現代主管國家 是無榮倫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信仁說 200年前 的人類都在過這種的一世 包括我們知道的 台青帝國之後 中原有種族大屠殺嗎 同樣也有 譬如說我們知道什麼 揚州什麼 揚州十日有啊 就是這個 這個青條 之後他要去揚州 那個所在 跟種族大屠殺十天 都一直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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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看到就抬了 是啦 包括什麼南京大屠殺 那青條的帽子 所以現在的南京大屠殺 你就要問說這是 哪一條大的南京大屠殺 是原條還是青條的南京大屠殺 因為南 因為 南 因為這個南京這個山寺 很可能 馬丘有幾十四代 這個北方人跟南京大屠殺過 所以你問說這個南京大屠殺 到底是什麼人台 到底是原條 台還是說 這個青條 台 你就要抬這個山寺來看看 到底是什麼人台 他是一個單一條大人台 因為南京 因為這個南京大屠殺 幾十件 在蘇生上翻起來 差不多四五件 到底是單一件的南京大屠殺 到底真的假的 是不是說都是我日本台的 你要去調查看看 我現在不可能是日本台的南京大屠殺 我說一個話 讓你們聽 那在那時候 南京大的地方是什麼人 是汪精衛 你要知道汪精衛是 所謂什麼 所謂日本的 去挖日本的 對不對 如果說日本發生南京大屠殺 來說 汪精衛所謂日本的 他感覺把他的收賭定在南京 所以哪有可能 對不對 人家這個汪精衛定的 定的收賭就是在南京 南京汪精衛 我問你 如果說這個汪精衛是 屬於日本的 日本感覺在那 南京大屠殺 哪有可能 保護到來不及 哪有可能南京大屠殺 那如果說 肚子有 說黑到中國人的死體 我想那個應該是 可能是清條台的 我們條件也差一件 所以我在問說 到底是 住一個條台的 南京大屠殺 所以中國人就是 這樣好像詐騙集團 那名字都黑白色 在黑白說 對不對 你用一個很簡單的 原則就好了 汪精衛頂多是在南京 那如果南京 叫日本大屠殺過 汪精衛感覺在 做他的收賭 不敢啦 閃到來不及 哪有可能在南京做收賭 對不對 你把想法也知道 用膝蓋的想法也知道 對啊 汪精衛也不是傻人 你用這個想法就知道了 是不是 啊是不是中國人 那個 南京大屠殺是假的 沒有 不對就是假的 所以我說的 台灣人好騙 壞腳就是這樣 你們自己都要去用 基本的邏輯去想問題 不要這樣傻傻 中國人每個話說的都是 中國人跟妳說的每個話都假的 因為那個民族就是詐騙集團 都用騙的 用怪的 他們剛才美國那些國家就不知道 因為美國那些國家是什麼 做事情都有什麼 都有習慣法跟科學的 他沒有資料跟他騙 所以 現在我們的中國只怕什麼 怕日本 美國 美國 這個什麼 做事情 真正的國家 他們在想的事情 包括他們的科學 都清清楚楚的國家 你就沒有資料在他的民眾 是被人 你騙 所以你要去了解 中國人就是詐騙集團 他們就是都嘲笑 在那黑白騙的民族 叫做中國人 這個民族我非常看不見 包括他的名字都沒用 都彈彈掉 我剛才報索給各位說 他的名字我現在都沒用 我都彈彈掉 我都去學美國這棟 或是學日本原主的好的法論 我們就學好的 我們不要去學那個詐騙集團的名字 你都沒有地方那麼好 一定要學中國 那些就都不贏 你看看他們 中國人跟職位都跑了 最優秀的都跑了 都跑到中國 他們都什麼 他們都跑到美國 跑到歐洲 都跑了 什麼原因 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名字不贏 要不贏 阿強你騙人名 都拿著無論你騙人名 那人也知道 職位都跑了 我如果是怕中國人 職位我如果是中國人 我也拿著名 我也要拿著來美國 我也不敢說我是老在中國 那都家的 那種的地方還可以再住多久 早晚也是又黑白布一條 可能什麼都沒去 什麼原因 因為他們的一切 建立在家的基礎頭上 阿如果民間建立在家的基礎頭上 他們時間到 他就什麼 土崩瓦解 因為那是什麼 那是人造 不是上帝的主任法 下去做 沒有上帝的概念 沒有上帝的民靈 下去做的一個國家 那叫做部落性的國家 中國今天看起來 好像也是一個部落性的國家 你看看他們那些國家的人民 都很可能 都沒有共同的人 你看 都沒有基本的人權 你如果去建立 事情阿公了 叫你死你就要死了 那種的國家 不是主權的國家 就是什麼 部落性的國家 沒有 你說上帝法律的國家 就是部落性的國家 這樣你怎麼分 你怎麼分出來 我們現在現代國 很多部落性的國家 不是沒有 對啊 主權的國家 就是我們說的G7 G20 這是什麼 G7 這七個國家 就是什麼 就是主權的國家 因為他們都 他們都管理去收什麼 收這個上帝的法律 的國家 都叫做主權的國家 住在這裡 國家的人 也是比較幸福 比較有人權 你用去比較一下 你用去比較這個 G7的國家 是不是人民 都覺得很幸福 普遍上 真的很幸福 你用 比較一個中國 跟這些比較老的國家 你就知道 這些國家的人民 跟人生的一樣 頭上的人叫他 死他就要死了 他連什麼 他連申訴的機會就沒有 這就是什麼部落性的國家 所以你如果要看一個國家 什麼主權的國家 你看這個國家的政府 帶頭的人 要怎麼對待他的人民 你就知道這個國家 是什麼主權的國家 你照我這個主權 情形的 這個日本裡面說的內容 你去檢定一下 你就知道 他是什麼樣的國家 這樣就很清楚了 這樣就很清楚了 再來我們就是說 這個醫生的後面 他有成功建立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來 他們後面 很幸福 非常幸福 因為他變成一個很兄弟的醫生 所以醫生的在中亞那邊 變成一個很兄弟的 很有名的國家 我們知道這個 你不要聽過大衛王嗎 跟索羅門王 這兩個王都在那個時間 最幸福 最幸福 醫生的歷史 這都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聖經裡面的薩母我寺 跟列王寺 你如果要看醫生的 最幸福的條態就是 在那裡 在大衛王跟索羅門王 尤其是這個索羅門王 是以色列的高峰 對 他國家立 力量的高峰 你知道高峰之後 如果沒有更高的就連來 就是在這個索羅門王 以色列就扯下去了 扯下去之後 這個以色列就分裂 然後叫外族入侵 後面會用葫蘆 會用葫蘆 甚至後面會用帶去外國 去做人的羅勒 做羅來做羅 兩千年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們好爬之後 算說有寬水之後 他們就什麼 人家說得意旺行 富不過三代 他在為賣什麼事情 為賣上帝 上帝那時候跟毛世說的毛世十幾 他就反什麼 反毛世十幾之後 醫生才不會過 不是什麼 因為這個醫生雖然一開始競用的是 這個上帝的什麼 獨一的上帝 後面之後 這個醫生的什麼 反背上帝 再來上帝想起 之後就跟醫生的人都什麼 這個他的弟子跟他拔走 去做人的羅勒 流浪兩千年 所以你只能去看這個歷史 主要我們要討論說 以色列為什麼的衰弱 原因就是因為他共帶之後 他都去跟他欺負 你知道嗎 你如果跟他欺負人會怎麼樣 甚至說他有去跟種族媚蕩 去跟台 台之後他就要求婚 去結旁一些民族來跟他爬 人家說的 蒙虎南地什麼 侯群 你更加壯的人 你也不會跟那個人一直這樣 把你抹 因為我 我跟各位說一個 你更加壯的人 你眼睛拿下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 晚上 你的地人就會來幫你 給你負負 他就找機會來給你負負 因為你跟我負負 我現在也想辦法給你負負 但是你睡覺的時候 對不對 你更加壯的人 你也不用睡 對 我就懇你睡覺的時候來給你負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之前跟我不做 我現在也要給你負 就是這樣 所以醫生的後面 他一直跟這些國家都在手前 衝突 自大驕傲 離棄上帝 離棄上帝的法律 對啦 一直在翻背上帝 後面所以 他們這樣才有國家之後才不會忘掉 在這個索羅門王之後 這個醫生就開始衰弱 衰弱之後 他有分裂做北以色列跟南以色列 這個我記得的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這個 北邊的以色列先不會忘掉 然後南邊的以色列才不會忘掉 所以這個真後面都不會忘了 這個羅馬帝國占領 這個羅馬帝國占領 這個以色列的什麼 那個耶路撒冷 所以這個亞蘇出席的時候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這個羅馬帝國的殖民地的人民 所以這個亞蘇出席的時候 亞蘇是什麼 什麼是羅勒的身份 對 他是羅勒 他是什麼 羅馬帝國的什麼 殖民地的羅勒 所以你要了解說 這段歷史 因為這個 現在我們開始這裡說的歷史 就要接什麼 接後面的這個亞蘇基督 出席之後的這個歷史 所以要跟各位說一下 這個醫生的什麼 他的歷史就在這裡 因為要接亞蘇 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亞蘇是醫生的人 是猶太人 所以要說什麼 要說醫生的歷史 才有材料接到亞蘇 我們怎麼說的 醫生的歷史 後面的確認不定 因為他反覆上帝的法律 上帝的十條街是這樣 那個摩世十條街在那些生奶山 跟上帝的立的用 所以我跟各位說 反覆上帝的法律 我跟各位說 那個國家的眉毛 我跟各位說 要怎麼向美國眉毛 只要讓他違反上帝的法律 美國那個國家的眉毛 你相信我 美國今天這麼大 是因為他遵守上帝的法律 美國如果要衰亡 很簡單 只要在那個總統開始都不要收上帝的法律 美國就眉毛了 這樣有恐怖嗎 非常恐怖 所以我跟各位說 不用讓一個民族眉毛 很簡單的 讓他立起上帝的法律 那個國家就一定賣 這第一件 寄得很清楚 以色列的賣 這變成什麼 變成說美國總統 為什麼要在信經裡面選擇 他的權力為什麼要分散 因為他怕美國最後踏什麼 踏上以色列的後塵 以色列的又變成一個 亞洲那時候 最強大的國家 後來就是這樣 教育自大 違反上帝的法律 叫上帝怎樣 我們准他的地人 跟他的國家不調 跟醫生的不調 他其中最要緊的 違反十次 沒有十次的最要緊 因為這是上帝的法律 最元素的元性 結果這個醫生的人 這個國家 他就違反這個上帝的 這個命令跟改名 所以上帝就給他應問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讓這個地人把他什麼 招不掉 這個摩世十次 我要稍微黏著 這就是我們所有法律的源頭 他第一條是 不可信仰北德神 就是他敬拜助理的上帝 你要換這個意思 也是可以 第二 你不可以拜偶像 除了上帝以外 你不能去叉叉去拜偶像 因為上帝就在 我們的內心的良心裡面 所以你不能去拜偶像 偶像是我們人自己認的 那人自己認的神 你知道嗎 那不是神 那是詐騙集團的神 人造的神不是神 是神 是神你做人 沒有那個人在做神 你不能天地電腦病 你是神的阿爸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不可 不可敬拜偶像什麼意思 這是說齁 你把神變成什麼 變成你小孩 你要利用的 有嗎 你看看 你去拜偶像去廟 去拜拜 都有什麼求 拜託的阿神 你要好好抓 我突破這個人關 要讓我什麼 讀書都會過關 那什麼 口齊都會過 全部你求 全部你把神動作什麼 你知道嗎 動作他利用的鋼骨 你聽到嗎 所以為什麼說不可拜偶像 因為拜偶像的人 就把本位顛倒 變成你是神的主人 不是神是你的主人 是你現在人變成神的主人 因為你都做神出來 所以這個不可拜偶像 你如果拜偶像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無聊你的上帝 是上帝跟你生的 不是你生的上帝 結果我們人為什麼要生的 那些插頭啊出來 什麼原因 因為他要利用這位神 他要變成一個鋼骨 這樣過後 他要變成什麼迷信 對啦 就不去敬拜上帝 所以這個第一條 第二條都很要緊 第三條就不可爛用神的名字 你不用說我是神 我是神 神說什麼 我還可以說 神是不會直接 透過人來嘴說什麼 他會怎麼知道 他會透過 他現在我們說的聖經 因為什麼 因為聖經就是上帝的位 所以上帝的位 就是出在隊 出在聖經 所以現在如果有上帝的位 很簡單的 他到底在聖經裡面的 都會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為什麼上帝要留這個聖經 給我們 就是說 怕說 說我們這些人類的 怕是怎麼 靈港 還有這些詐騙集團 把你砍掉 所以他特別把這個聖經 撈下來 變成概念說 你們所有人類 你都要回到上帝的位 就在日本的法律裡面 做你的基礎 你不能再有其他的標準 不能再去黑白 再認識一個標準 因為 聖經出來之後 就是新的標準 給我們人類的標準 這包括 這也是美國總統的標準 你看看 美國總統 集結他 他對什麼 對聖經 聖經裡面說的 這些法律都是 美國總統 這個國家 包括他的總統 大法官 國會 這陸來 以後所有的標準 都是禁對什麼 這本聖經 什麼原因 因為都有人要創作 第2本的聖經 第3本的聖經 第4本的聖經 什麼原因 要來幫你 你知道嗎 要來幫你詐騙集團 要來幫你拐 要來幫你 變成他的路勒 對啦 所以就是有這本聖經之後 不能再去 第2本的原因 因為最好的一本就有夠 聖經的位 一件就有夠 他不需要跟你說一萬件 因為他怎麼說也是這樣 所以他只說一件而已 一件就先轉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是聖經 聖經你做的事情 是都什麼 最完整的 最良心的 所以他只要做一件 好就好了 就是這樣 對 所以他留的法律 也是什麼 他留一件就好了 他不說 他一直要在那裡 緩緩緩緩緩緩的 修改 不用 因為什麼 因為他是神 啊 我們是人 這就是什麼 上帝頭過的聖地 收下來後面的法律 這 這台聖經說的都是什麼 上帝的概念 上帝的民靈 所以你要知道 聖經 整本都是法律 對 這個法律的背後就是 我說過了 都是上帝的民靈 跟上帝的概念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個 這個 有什麼要回到的聖經 第三條 不可濫用神的名 就是有那些詐騙集團 都會用上帝的名 來來騙 你要記得 他的圍到底 有得不得 你回到聖經就好了 嘿 你如果說跟這個聖經 他們整個頭部的關節 都一樣的 這樣這個人說的 有得會聽 什麼話 因為這個人說的 有的背後有什麼 上帝的民靈 跟上帝的概念 這種的話 我們要聽 譬如說 他跟我們說 啊 你不可以騙 去跟他唱 會有得 人家說也不對 我們當作那些行為的時候 人家要跟他們說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就要害怕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要去讀聖經 你不就知道 誒 上帝的道理 生做什麼樣 你不真的會受 你就不叫這些詐騙子團 跟你騙了 你看 詐騙子團都不在 就跟他騙 什麼原因 因為我修上帝的法輪 這樣人家怎麼騙 都不在 我就回來看 身經到底有 到底身經都這樣交代 對啊 這樣我就不讓他騙了 所以身經有很多 什麼 很好的教訓 包括這個 摩世十幾 這也是教訓 譬如說 第四就是 什麼 所安息日 什麼安息日 你做七天要休息一天 所以你看看 全球都一樣 你做七天一定要休息一天 什麼樣的原因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人 畢竟是 你知道 凡夫什麼 肉體 你現在 你如果做這麼多工作都沒有休息 你身體基本就不會自責 所以 他的意思 這個所安息是 什麼意思 他就說 叫你工作的時候 你好好的工作 你自己去睡 你麻煩你去睡 啊 時間給我改修 你要修 你不可以再多做 因為你多做 你的疲勞 你如果無材料消除的時候 你又繼續做的料 變成做不一樣 對啦 你身體也打敗 你也做不久 所以跟你說 要守安息日 啊這什麼意思呢 變成說 我們好像有人款了 我們做做的 我們改修 我們會用修 這個包括我們現在 這個勞 現在這個勞計法 也跟這個守安息日有關系 改修要修 改修要用修 你不可以做什麼 努力一直做 這一定不比以前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什麼 受傷的法律的保護 所以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基本的人款 改修就有什麼修 所以你看看 我們的勞計法 就在看什麼 守安息日 你要看 這是非常的要緊 因為這一定 變成什麼 基本的人款 你要看 你在那 你在那 美国就好了 你如果做人過 你改不讓修 你這樣一直操 我說人會自己顧 你會背不掉 這什麼原因 跟毛細十階 第四階 守安息日有關系 第五點就是 尊敬自己的背部 為什麼要尊敬自己的背部 因為很簡單 你今天你的老婆老母是上帝 你很好的 你在家庭出事 不管你有管理 無管理 你的背部是好處 善吃 不管你的名為 他就是你的背部 因為為什麼 天給你洗 天給你安排 天給你安排 不管如何 不管你做得好 他也給你生下來 不管他 照片是出生 你的老婆老母 多壞 他也是你的老 從說你的老婆 從說你的老婆是共度來說 他也是你的老婆 你也要尊重 你的意思是這樣 你的老母是子女也好 你也要尊重 他跟你生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什麼 要對什麼 你的背部跟田地有 基本的尊重 不要去摸著你的背部跟你的什麼 你的上帝 他的意思是這樣 這有要緊嗎 也非常要緊 這到底是法律 對 全球所有的民間 都對這條裡面 都有特別的規定 譬如說 你若子 你若子去台 自己的老婆 老母 這會被打死 嘿 什麼原因 這跟這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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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 第五個 也有關係 尊重你的 事大人 做得不好 你最多 你都做到 都不要打 這樣就好了 對 你也不要去摸著 因為他畢竟 他跟你生 你若是 摸著 這個 跟你生 你就 定義 要怎樣 翻倍 上帝 因為 上帝 你出事 在這個 背部 你 沒有 知道 你若 你 背部 定義 你 你 摸著 你的 相帝 因為 相帝 的 就是 讓你生在這裡 所以我生的 不說 非常美麥的家庭 我也不說什麼 我也不用說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 相帝的意思 相帝的意思 一定是都最好的 所以不管 他跟你生的好 不好 不管什麼 種的家庭 他都要什麼 他都要人份 因為這就是 相帝的意思 相帝 如果你 交在 在 生良人的家庭 你 不可以說 這樣 萬天萬地 生在這種的家庭 有好處 你比較會拚 你這世人比較有前度 你如果生在 連前 那種的家庭 你看他的 兒子生在什麼 他們要去拚 他們什麼都不用拚 他就說 他只出一支水 什麼都有 他都不用做 水也不用拚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輕輕鬆鬆鬆 就有一個圍 他要做當事長 很簡單 你知道嗎 連聖雲 那種的好命 怕要什麼都會有 他也不用拚 他只要跟他爸說 爸我現在當事長 好像捷運當事長不錯 他爸就給他安排了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他要做過 什麼捷運的當事長 捷運的悠悠卡 當事長 那是什麼原因 那種偉甘 正常的人坐著 那他看我們也知道 是不是跟這個 尊重、北部都有關係 我說的 他就是好運 對啊 人家就好運 不然說我是 不然要怎麼樣 就是這樣 就是阿扁說的那句話 我就拚掉 不然你要怎麼樣 對啊 你也要我做好頭 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要尊重、北部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北部的背後 就是上帝把你割定的 不關於你的北部 身上什麼樣的 這就是上帝的意思 你上帝說你的北部 做得真的都不好 你上帝你不要跟他插就好 你不通過去還沒 你懂什麼意思 因為你如果沒你的北部 定義你沒什麼 沒 沒給你出事的上帝 你會什麼 你的身材在那裡 怪天怪地 身材跟上帝 眉參 所以一般 如果會去眉 眉 跟在北部的人 你知道嗎 他身材還會眉一個 就是眉上帝 眉神 眉就是神 真的我給他看起來 對 他會什麼 先眉自己的老婆老婦 後來他就會眉神 真的我給他看起來 後來他就開始熱天了 他就什麼都跟他做 欸 連身他就跟他眉用 連自己的北部就跟他眉參 我問你 這種的小孩是怎樣 非常恐怖 殺人犯 去騙過他頭上殺人犯 第一個無料是誰 他的白部 他生了的時候 就是無料他的白部 無料白部 我說的就是無料 他的上帝 後來他就會 再到黑白邊 非常恐怖 所以這就是什麼 摩世十家的第五次 尊敬北部 所以這條也會被殺人 對啊 第六條不可謀殺 你知道我們不能去人 黑白想這辦法去人台 去人海 這就是謀殺 第七條不可以感應 就是說 你不可以去做那些 女人不可以去做那些 黑白部 還是女人都同的 你不可以跟人家 發展不正常的關係 第八條是不可偷盜 你不可以去 淘汰兩行 這是當然的 第九條是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作假見證 做那個什麼 做那個價位的歷史 包括現在中國人在犯什麼 犯這條 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作假見證 那他們的歷史在做假 我要說這個國家一定叫上帝清法 因為他都在做假見證 都在做假給我們台灣人 給我們咪咪夫婦 這樣他一定去看這條 不可作假見證 這就是中國人現在 他們犯的座 詐騙集團 他讓我們台灣人知道的都假 所以現在他們 如果這個名字創假 變成怎樣你知道嗎 他們的問題無在條改管 什麼原因 因為假的名字是要怎麼改管 你要怎麼改管 一個假的名字你要怎麼改管 假的名字就是自然無的 你要怎麼改管 真的名字才有材料 去做什麼 實證去改管 好像說你如果都跟我說假的 我問你 我要怎麼改管你的問題 你應該聽我說什麼 你都跟我說假 我怎麼回應你真的 我要怎麼改管你的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你做假的歷史 後來變成中國人 他們會怕沒路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歷史都假的 假的要怎麼改管問題 對啊 因為假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中國人變成他 卡掉的 無在條去改管他的問題 只要有人騙了 再來在那什麼 在那後面 啊我要怎麼怎麼怎麼 啊這個南海自古以來 啊什麼台灣自古以來 有啊 都有話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做假的歷史 啊他們這個做 這個假的歷史是要怎樣 是要去做什麼 是要讓他們淘汰名堂啦 他要人家竊戰台灣啦 比如說現在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對不對 要在做這個假的歷史 啊來說 啊這個台灣自古以來是我們中國的 你知道意思嗎 啊這就是什麼 做假鑑證 他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要什麼 切到 啊 啊如果切到不成就用摩扇的 用台的 就像中間就來跟我們那些什麼 特色人都在台上 他就是怎樣 怕說這個特色人還會說 這個台灣是日本的 你知道意思嗎 啊要回到日本 所以中間就台 所以你看看 中間就那個人 犯什麼做的 你看看這個 如果叫戰進化來講 叫這個摩扇十塊來講 他就剛才犯這個後面這幾條 第六條不可謀殺 不可堅寧 不可偷盜 不可做假鑑證 第十條 不可貪戀別人的欺職與財產 這剛才政府就他們在做的 他們那個集團 我們台灣就是做 後面這個五條 這是摩扇十塊 所以這個集團 給我們騙著 給我們 我定義做什麼 做恐怖組織 萬年是都只要摩扇十塊給他們定義 因為這些事情他們都做了 摩扇他們也做了 甘蔭那邊說 那 像以前的我們軍中 知道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巴山鳥 什麼 軍中 軍中俱樂部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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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應該都知道了 甘蔭他也做了 偷盜那邊說了 那你們都知道了 做假鑑證他也做了 那這個責任白人的母 母子和財產 有嗎 有沒有 這都有啊 這就是政政法的什麼 關鍵 所以 我看 真正就是恐怖集團 這美國要處理的 對不對 他是不是恐怖組織 是 因為什麼 侵犯這個摩扇十塊 後面這個五條 所以你用它定義做恐怖組織 沒有不對 再來以後就是因為 他就是反正的什麼 最大的關鍵 後面以後 侵犯這麼賣 包括這個 中華民國的賣 也是 侵犯摩西十戒 一樣 你如果侵犯摩西十戒 你美國跟共 你也會賣 很恐怖 這就是什麼 相對的民靈和改靈 你去看醫生的 怎麼賣 就是我說的 清犯這個十戒 你能去看中華民國 怎麼賣 在那中國 就看出來 看來我們台灣 現在就了 被流亡 一樣 也是違反這十戒 好 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說的 這種的都是 部落型的國家 因為部落型的國家 無法律 無上帝的法律 所以我剛才說 你要分部落性的國家 他這個國家無上帝的法律 啊什麼是主權國家 就是尊守上帝法律的國家 叫做主權國家 你包括美國獨立之後 他有美國的憲法 啊這個相關的規定都跟什麼 都跟信經裡面說的相帝家的這個 這個命令 跟這個法律有關係 啊如果照這個信經裡面的這個政府的國家 我們都可以定義做主權國家 你看美國總統他手段的那個信經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這樣非常的困難 這個主權情形非常的困難 你如果沒有主權的情形 你現在在美國總統的憲法之下 你台灣英文就沒有機會變正常 啊你如果要正常你就要了解 信經裡面你說的這些主權情形的道理 就是我現在為什麼要團加這些原因 因為這些事情如果不夠 我們台灣人又繼續這樣瘋瘋瘋瘋瘋 我怕可能的種族媚蟹 別続又別證 那不是不可能的 齁 所以我們台灣人就要去了解這些 才不會叫這些中國人的詐騙集團 給你解決 齁啊你如果了解這些以後 這些中國人要跟你騙就不在調了 因為你如果了解這些 阿嫁就要怎樣 嫁自願就要離開 齁 這就是我這個主權情形第15 政府要講的內容齁 在這裡齁 伊雄 謝謝各位